拜登政府3月2日将37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其中包括中国基因公司华大基因下属的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和香港华大基因科学服务有限公司 和中国云计算公司浪潮的子公司 此举预计将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商务部说 华大基因旗下的实体在收集和分析基因数据方面的行动 存在转移到中国军事计划的重大风险 同时称浪潮收购并试图收购美国商品 以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 美国商务部还将另外26家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 商务部表示 黑名单中新增加的公司 包括正在向或试图向伊朗一家受制裁实体供货的几家实体 以及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台湾的三家公司 商务部称 这些公司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帮助 另据英国报刊iNews最新的报道 华为、中兴等五家中国科企遭英国政府禁止参与援助乌克兰重建的项目 该计划由英国政府牵头和乌克兰、美国、瑞士和瑞典等国家合作 计划的其中一部分是向乌克兰提供运输车辆和排雷设备 3月2日 南卡罗莱纳州知名律师亚历克斯·莫道夫 在科勒顿县法院被宣判谋杀妻子和小儿子双重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纽曼3日判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同时斥责他既身为律师 又来自出了多名律师与检察官的司法世家 家族掌控这区域的司法超过百年 让他在审判期间所有双面人之举更加可比 2021年6月 莫道夫52岁的妻子马基和22岁的小儿子保罗 在自家庄园遭到近距离枪击遇害 审判期间 法官指莫道夫和律师拿他鸦片成瘾当借口 意图开脱 并对调查人员提供假的不在场证明等 法官痛斥 两名死者可能不是你杀的 是你变成的那个怪物杀的 法官宣判刑期前 戴着手铐穿着球服的莫道夫 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绝不会伤害妻子和儿子 他的律师已表示将上诉 加州官员3月2日宣布 对于受一系列强冬季风暴影响的地区 加州已将包括洛杉矶县 河滨县 圣伯纳蒂诺县等51个县的州纳税申报截止日期 延长至2023年10月16日 受影响灾民还可以申请灾害损失扣除 这一延期使加州与美国国税局保持一致 国税局上周将受影响地区的联邦税收截止日期延长到了10月16日 联邦政府的延期还包括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的部分地区 特许经营税委员会FTB还将加州个人和企业的报税和付款截止日期延长至10月16日 这项宽勉适用于2023年1月8日或之后 2023年10月16日之前的截止日 包括原定于4月18日截止的2022年个人所得税申报 以及通常于2023年1月17日和2023年4月18日截止的季度估计税款 受总统宣布的灾害影响的加州纳税人 在提交原始或修订的2022年纳税年度申报表时 还有资格申请灾害损失或减免 3月3日 法国交通事务部长及代表博内呼吁 所有有条件远程办公的民众 与当地事件7日远程办公 以应对该日全国罢工带来的交通瘫痪问题 养老金改革已经在法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 预计本月7日 法国将爆发全国大型罢工游行 游行涉及面非常广 包括交通 航空 炼油等重要领域 法国总工会宣布 结实将让全法停摆 法国的养老金改革草案 正在参议院辩论阶段 并将于本月12日之后交付给联合委员会继续讨论 而法国总工会已发出通告称 除7日的游行外 可能会在11日及14日 举行另外两场罢工游行